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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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改革开放40年 中国由落后的经济模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当年的经济和政治环境都未稳定 参与的港商又为什么会那么有信心呢 在1978年年仍近30岁的香港商人 伍淑青会分享他当年的机遇 和怎样成为第一个中国合伙人 人称001小姐 星期日晚8点走过40年第一集 中国合伙人 队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